T-Rock 看完了T-Rock之後 我相信觀眾朋友會想說 那麼在市場上面 有沒有類似像T-Rock 這樣子的產品呢 我們幫大家來做好看 這T-Rock真的是一個 它的這個運動風格很強烈 而且帶有一點點時尚 气息的CUV 那也有很多的消费者 如果在选择相同的 相同车型的CUV的话 很有可能会拿 Pajor的2008 来做一个比较跟选择 那Pajor2008 它总共是有六种的车型 那但是呢 它就是仅有两种 不同的动力选择 分别是130匹 然后还有155匹 那同样都是用这一颗 1.2升的引擎 做不同的调校 那它的外形 今天我在来的路程上 其实我刚好就看到两台了 它真的算是非常独具 它的一个特色 还有那种法式的美学风格 然后呢 其实它这一次呢 也特别有提到 它采用的是CMP的模组化平台 然后它加强了一个刚性之外 也重新的调校 在检震 还有降噪的表现上面 其实是表现相当不俗 让行录的质感都变得非常的好 然后呢在整个设计的上面 当然最明显可以看到就是它的这个尸爪的头灯 还有尾灯 让人就是感觉有一种设计感很强烈 就是仿身 过目不忘的那种感觉 那我觉得它整个 当然是外观很抢眼之外 其实它的车内也是蛮厉害的 它是有一点算是科技感重口味 因为它有一个这个裸式3D的一个 这个抬头显示仪表板 所以其实它整个车内呢 是相当的有一种未来科技感的 然后再加上它一个小盘 小盘径的一个方向盘 所以它的操控其实也挺灵活 挺有乐趣的 但是其实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大家都会拿来做比较呢 有些人会拿来跟280 它的这个动力150匹来选择 但是如果呢 今天我们想要的 就是刚刚我们介绍到的这个 330TSI R-Lite Performance 这样子的190匹的动力 又配上32.6公斤米 这样子的一个扭力的话 那可能Pojoe这边呢 就算它是在这个1.2GT Pack Zilo里面比较起来155匹 好像稍微比较吃亏一点点了 因为其实实际上 大家应该很多 我们身边很多车媒 都有实际上的体验过 T-Roc各个车型 其实从280开始呢 它的150匹的加速 其实就还蛮有感的 也很轻快了 那到了190匹 你会觉得在市区很够用 在山路呢更是绰绰有余 然后加上R-Lite的一些调校啊 你就会觉得还蛮有运动化 还蛮有跑格的感觉 而且呢因为Pojoe2008是前轮驱动 然后但是呢 T-Roc的330R-Lite Performance呢 它是拥有四轮传动的 这样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我现在买一台车啊 我就是当然要很有Style之外呢 我可能还要偶尔呢 上山下海 要去山里面露营啊等等之类的 其实那时候四轮传动 它的表现呢 就是可以去增幅更多的一个地形 而且刚刚晓月哥也有提到 它的车身呢 其实是有降低10mm的 所以你的那个运动感 跑格可能会更好一点点 那当然呢 其实在预算上面呢 其实也是有一点点的差异 那如果是来Pojoe的2008 最高阶版本的话呢 它是133.9万 那如果呢 今天呢我们预算稍微多一点点 你想要买到更多的动力 还有呢这种德系工艺 然后又很有一种跑格 没有办法 因为我自己是本身是车主 所以我一定得把它美言几句 好 如果可以多加个几万块的话 我觉得T-ROCK T-ROCK这个330 或者是T-ROCK R 都会是不错的选择 一直想推坑买R 是 没错 所以观众朋友 如果你就是说 T-ROCK的330 它190匹啊 你还觉得不够热血的话 就像刚刚Iris讲的 那你就直上T-ROCK R 而且它是所有R家族里面 就是性能家族里面呢 最容易入手的这一款车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呢 这一台车实际上路之后 是不是符合你的期待 一起来试驾吧 冠宜 我刚刚才说了 我喜欢Volkswagen的T-ROCK R-Line PROFORMOS 对 然后你现在就叫我来 是T-ROCK R 我觉得你分明这个是新车 直接推坑 对 根本就是推坑 我想说叫我来介绍一下外观 就一看为什么有这么多不一样的地方 是 原来它是一台T-ROCK R 因为R的版本我们知道 它有真的有专属的一个外观 例如说它的Catabert 也就是前面的刹车卡鉗 是蓝色的刹车卡鉗 那当然啦 这个是很攸关性能方面的一个表现 另外呢 其实你在车侧的部分 也会看到专属的R的名牌 对不对 那到了这个车尾的部分呢 哇 那个运动化的四出排气尾管 对 然后在C柱有一个那个 卡碟的像饰板那样的图样 它是标准就配置了这个黑化的 这个卡碟的饰板 真的是带有运动气质之外 而且这个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你的车是不是一般版本的T-ROCK R 那当然啦 除了外观上有所不同之外呢 其实我们坐到车里面 那更是不一样 因为R本身就会有所谓的 专属内装 例如说现在我所握的这一支 方向盘 就是运动化的真皮方向盘 同时在这个按键上面 它是采用触控式的 冠影你看到没有 这一个真皮方向盘 中间还是蓝色的车缝线 在三幅这边也是以蓝色的涂装 加上R的字样 就是比较运动化的 R专属的 熱血沸腾 是 再来还是跟方向盘有关 因为后面有这么大的 跑车式的方向盘 换挡拨片 当然加减挡的位置都是不一样的 右手边是进挡 左手边是退挡 另外其实我们在驱习一辆车的前行 要么就踩油门踏板 要么你得煞车 其实这一次T-ROCK R也配置的是 金属的运动踏板 包含油门踏板 煞车踏板 还有你的左脚 可以踩踏的一个休息踏板 所以光是一个R的专属内装 就包含了这么多的小细节 还没完呢 怪一我们再往前一看 你看到A柱前方这个高音喇叭的外照 它上面写了一个B 有没有 有 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音响品牌 叫做Beats 就是属于比较年轻族群喜欢的 这样子的一个潮牌的音响 当然它就会有更多的懂之懂之的感觉 所以这也是T-ROCK R才有的 环绕音响系统 那往上一延伸你会发觉 其实整个车顶棚 顶棚黑色的都是黑化处理的 对 这就是很运动化的配置 没错 对不对 当然这个车在市区开起来是轻松自在 不过R不是只有我们刚刚讲的一些 外观专属配件 还是什么专属座舱而已 你也会觉得它其实动力的输出是买烘配的 没错 其实我们刚刚讲到 EA888 EVO4有所谓的智慧增压技术 冠牙 你知道吗 基本上它可以提高运转的效率 让这个动力输出更加地强劲 另外在引擎低转速的状态之下 你可以提高最大扭力的输出 这个时候就可以拥有很好的一个 低油耗的表现 其实刚刚我们在山路上面转方向盘 你有沒有觉得 我只是轻松转一下 它就可以过了这个弯 当然因为它有动态持比的转向系统 其实像我们现在市区行驶 其实轻轻地转方向盘 可以维持我们想要的一个 车头的指向角度 这样子的一个动态持比的转向辅助系统 当你在山路上或是赛道上 你攻克着一般这些弯道 基本上你可能就是180度的转向角度 你就可以完成这个弯道 另外在这样子的情形之下 路边停车 你也不会打太多的方向角度 所以其实叫起来更轻松 因为它的系统会依据你的行车状况 来去动态调节 你的这个转向的输出 所以整体我们就不用一直在 手忙脚乱地在转方向盘 你知道吗 当然除了动态持比的转向系统 让我们在山路上面很轻松之外 最主要还是因为 TROCK IOL DCC的主动式底盘控制系统 我刚刚在节目上讲说 我对于330的阿赖普波摩斯 那个悬吊降低10mm 觉得很赞对不对 TROCK IOL 刚刚开完之后 我觉得更赞 因为它是降低了20mm 所以车身的重心更低 在转向的时候 我觉得它的侧倾抑制 包含了这整个轮胎的一个抓地力 回馈给驾驶人的感受 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强烈 真的 有电子悬吊 我觉得真的是会在行路质感上面 而且它在每一种不同的驾驶模式当中 都能够精准地将转向系统 刹车系统 以及驾驶辅助系统的一些资讯 来纳入考量 尤其是这个DCC的主动式底盘控制系统 它会根据路况 自动调整整个减震筒的阻尼 甚至可以提供客制化的一个操控感受 像我们刚刚在山路上 需要比较强大的支撑力转弯 你会觉得它真的支撑力很强 但是我们现在来到市区的道路 你也觉得它是一个很舒服的旋道表现 的确是一台蛮合宜的 就是平常常常用的时候很好 然后假日的时候想要跑跑山 其实也非常合宜 对 那当然除了DCC之外 我觉得4Motion的Active Control 也是非常重要的工程之一 因为它也是属于主动式的智慧型四轮驱动系统 其实又结合了四种驾驶模式不一样的选择 在排檔杆的后方这个旋钮 当然你看它也有所谓的雪地 道路越野以及个人化的模式 在不同的模式下都有 动力的反馈 方向盘的敏锐程度的一个调整 我觉得可以把个人化模式 根据自己的需求 例如说我想要设定一个 塞道模式 我就在里面调整我想要的设定 其实你不用设定 因为它有一个一键就可以开启了 哪里 有没有这边有一个R 我以为这个R是装饰 跟这个方向盘logo一样 不是 这按下去会怎样 按下去就输赢了 按 真的有赛道模式 对啊 因为它这个赛道模式 你一键按下去 它就可以直接将车身的整个设定 还有悬吊的部分 变得更加灵敏 然后油门的反馈也会更理睿 你不早说 我先按了 我再跑一趟山 好 走 是不是 排气管的声音很好听 有耶 对 连排气声浪都不一样 对 有时候你换腦的时候 还有那个回压的声音 对啊 你打开了很开心 可以 终于可以换我了 对不对 换你 我就切为一般的道路模式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在一般的市区 再听听走走嘛 对不对 其实在安全的部分 我想你只要是Volkswagen 很熟悉的话 你就会知道它有一个 IQ Drive 对 智慧的这个驾驶辅助系统 包括Label 2 ACC 或者是车道局中都有 那它比较厉害的地方 我觉得是在方向盘左手边的地方 它有一个一键就可以启动 又是一键 对不对 因为这样子你就可以不用分心 你只要一键启动 然后设定你要的车距 然后还有饮料的食宿 就可以了 没错 对不对 因为IQ Drive 其实涵盖非常地广化了 整个主动式的安全系统 ESC的电子行车 动态稳定啦 主动式的成员防护 这个是发展前方以及后方的真摄 技术不是这么的纯熟的时候 你就可以透过现在先进的 科技的辅助驾驶 来帮助你了 对不对 好 欢迎那我们开回摄影棚 好 走